電視台 女性生理期的時候呢 因為她會出血嘛 對 所以如果說你這時候 去吃一個擴張血管 又會循環的 可能怕她出血太多 哦 反效果 怕她出血太多 所以一般像這種活血的藥材 應該要等到生理期結束 完了 所以你像那個飾物湯 也是生理期結束以後 剛歸啦 然後她會活血嘛 所以這是比較小心一點 希望說之後再吃 不要馬上吃 這也跟你回答一下 對 黑木耳也是這樣對不對 對 黑木耳會抗凝血 然後腸胃炎腹瀉的時候 應該避免吃紅棗 以避免症狀加強 紅棗很有趣 紅棗它除了剛剛我講的 對心臟血管 對於這個 比如說鐵質 有一點點幫助之外 它更重要的是 所以你在吃紅棗之後 你會發現它的藻皮 的纖維質很高 對 所以我每次吃到 這個紅棗的皮 還要把你咬一咬才噴下去 對 那那個的話是 會促進腸胃蠕動 如果你是腸胃好的人 吃它反而有幫助排泄啊 排便 但是如果你拉肚子就不行了 拉肚子的話 腸胃炎就不行 對 然後原來還是要先讓你的腸胃先休息 休息 對 對 好的 現在比數是 101 計數喔 最後得獎的可以到那本書喔 三位加油 好 進行我們的健康二選一 第一題 下列哪一種才是 口感佳又香甜的紅棗 來 我們請可蘭示範做白 口感佳又香甜的紅棗 嗚 嗚 嗚 就對了 其實挑選紅棗呢 要挑選它上面這個 皺褶比較少的 然後呢 要看它表面上有一點光滑亮亮的 就是好吃又香甜的紅棗喔 好 這是可蘭示範的做法A 那我們請機會示範做法B 好 怎麼挑選口感佳又好吃的紅棗呢 我的挑選方式呢 就是用我們的眼睛來看 紅棗的外皮呈現這種乾乾 有點皺皺的 代表它是 因為大家都知道 紅棗它是屬於乾貨類 那乾貨它就是因為長期在太陽下面曬 那曬的話呢 越皺的話 代表它曬的那個過程是越完整的 所以呢 挑選紅棗 就是要挑選這種外皮 是有點皺皺的 才是品質好吃的紅棗 請舉牌 3 2 1 答案是 不皺的才是好的 而且要亮亮的喔 我們在講喔 紅棗其實我們是 它是乾貨來的 那雖然講是乾貨 可是它不能過度水分完全流失 對 那一旦全部流失掉了之後 它就會變得很皺很皺 對 而且咧 到時候它裡面的甜度也沒有 對 還有一個就是說 如果它太皺的那種 表示它的肉不夠厚 所以它就會太皺 它脫水脫太多 一下就皺 對空啊 十一 而且妳很常買紅棗嗎 對對對 因為我們家也是很愛吃紅棗的 烤湯 對 而且我們在這個 像我姊姊 因為她住香港 他們還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 紅棗一定要去裡面的籽汁 對 就不會上火 如果籽汁沒有去掉 是 就會上火 可是我們一般紅棗 我們有時候在熬的時候 幾乎都會把裡面的籽拿掉 對 對 這是好 可是我們骨子都沒有 唉唷 又 你們那時候有電燈嗎 有瓦斯爐嗎 好啦 注意喔 第二題 料理紅棗前 怎麼做可以快速的去籽 我們請可蘭示範做白 好 紅棗要怎麼快速的去籽呢 其實一根筷子 就可以搞定了 是嗎 是的 其實我阿嬤跟我講 就是從它的屁股的地方 因為筷子這邊是細細的 這邊是粗的 所以只要用細的地方 將我們這邊搓過去 它的籽就可以輕鬆的去 出來囉 讓我們看一下 齊惠的鼻子做法怎麼做 怎麼快速的去除紅棗的籽呢 我的方法就是準備了一根吸管 只要用吸管比較尖的地方 一樣 從我們的紅棗 蒂頭這邊穿進去 就可以輕輕鬆鬆的 將紅棗裡面的籽取下來 是用吸管這樣 我把籽吸引開 直接插過去就可以了 齊惠是用吸管 可能是用筷子 您覺得A有到底還是B呢 請舉牌 3 2 1 好答案是 用吸管就可以了 阿嬤的話要聽嘛 你們幹嘛用吸管 阿嬤那時候哪有吸管 都嘛用筷子 你看剛剛那個吸管 那個籽就這麼小 這個一拖過去 它就卡在吸管裡面 你怎麼會有吸管 不是 我前一次就為了要去那個籽 搞得那個紅棗都爛掉了 所以我知道那個要用筷子戳是不可能的 阿嬤沒有跟你講嗎 馬姐是確定是用筷子戳不可能 那可是你有試過吸管嗎 沒有耶 來 我示範一次給你看 對 這個是旁邊有地頭的部分 對 然後後面這個地方 是它屁股的部分 屁股 那你怎麼弄它咧 就從後面的屁股這個部分 正中央 正中央 你隨時確定 幫老師笑太開心囉 把它從中間拉出來 你看 你看 紙就寫下來了 好帥喔 好帥喔 好方便 所以我想這個示範之後 應該很多人以後再去紅棗就沒那麼辛苦 真的 而且吸管的那個 就是等於它的寬度 就是一樣 一樣的 如果你用那個筷子的話 不小心太大力開花 不行 它紙也會跑掉的 正中央 正中央 你確定你會吸管 你會弄壞了啦 有啦 出來了 你把它弄出來 那是肉耶 那是紫啦 紫加肉啦 紫加肉 因為上面是一層肉 因為它那個紫架就比較變形 好 那第三題 好聊喔 如何煮出香甜又營養的紅棗茶呢 我們請可蘭示範做白 煮之前呢 一定要先叫我們的紅棗 泡水 因為我們所有的乾貨都要泡開來 讓它泡發 泡發之後呢 記得在它的身上畫上一刀 因為呢 這樣到時候我們煮出來的茶 才會香甜又營養喔 我的方法非常的簡單 只要像買回來的紅棗呢 在水裡面洗一下之後 就可以直接放到 我們的滾水裡面去煮了 因為如果像可蘭那樣 還要在身上畫一刀的話 因為紅棗的皮是保護 紅棗裡面的肉的營養 對 那如果它把皮化開的話 按著營養弄流失啊 對不對 所以呢 我是只要清洗過後呢 直接放到滾水裡面煮就可以囉 請舉牌 三 二 一 一 究竟要如何處理 才能煮出香甜的紅棗呢 廣告之後為您解答 等等詹姆斯的枸杞紅棗蒸雞 不但讓你補血氣 鮮香滑嫩好滋味 讓你一吃就愛上 把雞油稍微煎出來 那也會多增加一個香氣 可以切稍微小塊一點 這樣蒸的時間呢 比較短 就比較短 就入味比較快 再來就是我們把它拌勻 從來沒有這樣試過 過年我們就可以做這道菜 蒸差不多8到10分鐘就可以了 好香喔 濾醬真的好嫩喔 好好吃喔 好香喔 真的超香